上来的大概将近70个战友吧 很大一部分都已经染了病 然后一个个逐渐的话都已经痊愈了 明天最后三位战友的话都全部就是转阴了 就归队了 他们都是对我们的医疗团队 有就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种感恩之心 就是说他们无微不至的一直在照顾大家 那么中医现在等到大家都便衣了 出来了大家 有些人这是憋的 就是说要上前线了 就是说抢的要上 要上 因为呢 这个就是上来能做点实事的话 就心里面就感觉出现的这种高兴的事情 最近在我们这麦迪卡营地 这个天气可以说是变化无常 时而晴天 时而下雨 时而还下雪 春季的天气是变化无常的 但是在我们前线指挥的指示会部的这个统筹管理之下呢 我们的战友们所有的 无论是住还是我们的穿着 都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前线的帐篷啊 无论从我们的横幅标语 还有我们的环境 包括我们外面休闲区的这个桌椅 板凳还有靠近前面的小帐篷 我们的提供的给难民的各种 小吃零食啊 还有那种气球啊 还有所有的方方面面吧 都是比过去最开始的时候 有很大的改善和改进 在我们天线指挥部的领导之下 我们所有的战友 每个班次 大家都是就是整理啊 整顿 然后把这个现场都打扫得尽量干净 然后规整各种东西摆放 还有分类 所以说井然有序 我们日常的这个活动呢 就是大家主要还是帮助这些老人和孩子 他们主要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大爷啊 或者是老奶奶啊 还有这种妇女儿儿童 他们的迎来送往 包括在我们帐篷中的这种休息啊 帮他们吐被子啊 叠被子啊 这种日常的 打杯热水啊 咖啡啊 还有他们行动不便呢 我们有这个轮椅啊 帮他们抬啊 就是送上车子啊 就是这就是每天都在发生的 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 很多很多令人分分秒秒都在发生 令人感动的 和令大家非常也感恩我们法治基金 新中国联邦的这种实力和我们的影响力 分分钟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 每天都有不同的体验和不同的感悟 我们每天都在进步 我们也每天也都在学习 这毕竟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 国际性的这种人道主义救援活动 所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第一次 但我相信我们越做 大家是越做越好 是越做又有经验